大家好,今天分享发面盘子饼的做法 一碗面粉中放适量酵母适量白糖 用温水和面 调成面絮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两倍大 饧发好的面都是蜂窝状 移到案板上揉面排气 切封成面剂 改成长方形薄饼 再调个油酥 一勺面粉一勺姜黄倒少许的食用油搅拌均匀 浇在面片上用刮板涂抹均匀 再像视频中这样叠起来 从中间切开 切口朝上 两头提起来称长 再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 把小尾拔压到底下 全部做好盖保鲜膜松弛10分钟 平底锅多刷油 放上饼皮 上面刷一层油锁出水分 烙至上色翻到另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 盖上盖子蒙了 风中出锅 胃皮酥脆 里面柔柔多层的 发面排丝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说草食最哦